50%的勤奋 加50%的努力 在奋斗的碎化下 生成了专行的我 再来这里之前 我是一个医学检测专业的学生 现在 我成为了一名水泥品质化验员 我是阿布杜尔扎克 一个热情洋溢的水泥厂职工 去年赛月 我从赫天摩宇轩来到 福允县最大的水泥厂工作 在福允县 有着丰富的石灰石矿城资源 每天都会有水泥 从我身后站出 车间训捐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收到收到 我们公司的雷雍 不关键 不先试试 好 麻烦你给我继续试一下 继续试试 好 收到收到 好 稍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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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 吃饭的饭特别好吃 选择也很多 热情的石岛阿姨 可以记住我们每个人喜欢吃什么 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我现在每月的工资都有五千块左右 每年都会上场 让我充满了感情 在实验室里 酸碱中和带来了稳定 在这的生活我也学会了 老雨结合 这份工作让我特别有贵书感 感觉自己就实在一个大家庭里 特别幸福